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第一局是孙修香香爆菊花 那么主攻选择了孙修了 那么我们选香香是不错的 是香香是不错的 为什么?孙修三大剑 灵捅香香和闪电 是吧?孙修的主攻主要就是玩灵捅香香和闪电 当然还可以加个邓案啊 有个邓案,后来发现有个邓案 那么你有香香你不选 那不是是吧?浪费了,对吧? 当然这个地方咱们顺带啊 拥有发动一下主攻计,赵富 啥意思呢?主攻旁边的人 我们无将是可以免费杀得到的 视为在攻击范围内 当然还是不能顺道,只能杀到 而不能顺道,只是攻击得到 而不是距离为一 好的,主攻的话是直接开局 对张坤才下毒手 下毒手 那么把张坤才给搞死了 了解一下孙修的技能 是吧?燕珠出牌阶段限一次 另一名有牌的角色选项 比如他刚刚令曹植 曹植有牌,让曹植选一项 是吧?要么孙修获得 曹植所有装备区的所有牌 是吧?当然至少装备区要有 才能这样 然后失去燕珠 要么就是弃值一张牌 注意啊,这个弃是曹植器 这个弃是曹植器 曹植的话就扔一张垃圾就打发你了 这么个意思 那么由于没有叛悲歌 所以说他给他新学 那么这个是跳中 那我们也是忠诚 等着他那个燕珠啊 就是你要么把所有的装备给顺修 要么就是自己弃一张牌 自己随便弃一张牌 打发要比教法子一样弃一张牌 那么第二个技能 新学就比较牛逼了啊 怎么牛逼了呢? 主要就是灵捅香仙 邓爱 三大劲 还有闪电 就说的就是这个新学 结束阶段开始时 选择自多插灵角色 如果你有燕珠 插为体力值 没有燕珠 插为体力上限 另角色 角色一次摸一张 并将一张放到排队顶 同时友情提醒大家 第二个人放到排队顶的 就是第一个人 就是他前一个人 放到排队顶的啊 比如说他摸一张 放一张放到排队顶 蔡文静就摸到他放的那张啊 所以是最后一个新学的人 是可以控排队顶的 又是可以控闪电的 好的 那么我们香仙的话 这个地方有菊花刀好评啊 这个地方有菊花刀好评啊 夫君送天邀请 这个地方啊 如果跟我们新学 我们是可以将这张菊花刀 弃掉的啊 摸一张再弃菊花刀 弃菊花刀配合消机 哎呀你发现没有 这个菊花刀怎么又来了 我们将放到排队顶的 就是这个菊花刀 然后触发消机摸两张牌呢 第一个肯定就摸这个菊花刀 拿这个菊花刀肯定要循环的玩了 肯定要循环的玩了 那你的菊花还保得住吗 哼哼哼哼 你看我就不信断杀 我断杀我死劲的哼 我不想就把菊花刀 把这个杀给你哼不出来 身体要紧 那这个地方再次跟我们心学啊 再次跟我们心学 主公的话再次燕珠朝直 朝直直接选择自己扔一张垃圾 那么其实有些时候让那个主公 失去那个燕珠也挺好的 因为燕珠每回合还是有稳定的收益的 又哼 是吧 又哼 我们自己是吧 弃摸一张 随机摸一张 然后弃一张我们弃装备 弃装备的时候发动消机 第一下就是消机的那个装备 循环菊花交错人了 我感觉 哼 看我的厉害 你还不死啊 死透了啊 就死透了 这菊花真的是循环菊花 循环菊花 当然这个地方还可以继续燕珠呀 先燕珠嘛 燕珠的话他就只能弃牌 他又不能把所有装备交给他 他连装备都没有 那这个地方最后的话 还是轻的一身菊花响啊 轻的一身菊花响 那么灵桶 不是灵桶啊 孙修的三大件之一啊 香香 三大件之一啊 三大件之一 配合他的心血啊 所谓心血就是 一次插个人 一次摸一张 再将一张放到牌里里 可以搞手牌传递啊 不一定是光过牌 还有手牌传递的功能 什么意思呢 上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想要的手牌 传递给下一个队友 如果我们最开始没有装备 祝容甚至可以给我们塞一个装备 让我们摸到装备的啊 传递一手牌 集体学习嘛 集体学习 好的 那么天主的这个女步还是不错的啊 传说中至少可以杀变决斗 假设我们没有距离的话 可以杀变决斗 就是你杀主公 然后就主公利用这个利欲 咱们可以一杀变成一决斗式的办法 但这个藤甲还是比较单疼的 藤甲比较单疼 但你别看你现在有一刀火杀利用一下 主公掉两血再回一血 但是这个左翅就死透了啊 死透了 这地方还有牵鼻子的血斗 火杀的连点伤害 基本上不死也掉哥们了 不死也掉哥们了 那么开局不错 开局不错 我只能说开局不错 毕竟你上来就搞死一个反贼嘛 对吧 但其实这个春哥你是可以忙他一下的啊 毕竟这个春哥克他的死北嘛 克主公的死北 被争了啊 被这个妹子争裂了 对不对 人家这个令死不须啊 要搞你啊 你就得不到好处了哦 重将死战 非我之功 但主公这个藤甲真的防御我们的发挥 我要哪个去 每次火杀主公也有点伤 雷杀主公 你把把摸雷杀 这藤甲上的 当然他可能不知道第一圈的节奏啊 你第一圈上藤甲为了建营 还是说是为了捉死 因为第一圈上藤甲 敌人各种火杀咋办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不卖啊 没啥好卖的 我们看能不能逮到机遇啊 让他们先打一会儿 是吧 让他们先打一会儿 看我们怎么办 揍他 相互揍是最好的 揍得更 很开心啊 很开心的那种证 那么 恭喜参军 手到擒来 好吧 那刘峰是好人的 罢他对不对 刘峰是好人 那么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自己干吧 他咋办呢 他扒一张牌了 这样的时候杀春战又不好 对不对 你杀主公也不好 在主公这里 没有那个还好一点 当然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那个 我们决斗的话 决斗王爷也不行的 王爷还是要争议 所以现在的话 这个王爷小身本 还是能很能刺猬型的 他的刺猬属性大出来了 王爷的刺猬属性 为何弃我如鼻息 这个难蛮是忘戏上来的吗 要不然的话 这个就不推荐跟刘峰一起忘戏了 对吧 你毕竟一张牌最大的改革就是啥 我们看现在怎么办呢 这搞成这样了 这九杀 你九杀就不要九杀王爷了 不光是白银的问题 那个家伙即使没有白银 你也不要九杀他 来来来来来 一起过一张牌 是吧 决斗主公没效的 他利于牵笔子 牵到主公身上 没用的 主公有十百 所以说我们本身 戒旅不当忠诚 如果去输出反截乱 还害怕牵笔子搞主公啊 这个时候主公有十百 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甚至利用主公的思维 我们可以主动杀 变决斗 远程输出都可以的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配合啊 这局主公这个藤甲 好像我们压根就配合不到了 那么我们也缠咯 哎呀妈呀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东西 铁锁 扇子 杀 如果说害怕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绑铁锁啊 可以直接绑铁锁 没问题 直接绑铁锁肯定没问题 那个我就说直接杀反截 肯定没问题 我们也有无双 那么杀主公的话 咱们如果再有一个铁锁 不行啊 那哪摸得到呢 还真摸到了 那这么一搞的话 王爷最后一几血不敢整点 不敢整点 你就给我死 杀 打这个地方啊 谁不死 补谁的决斗啊 谁不死 补谁的决斗 小陈灯啊 小陈灯 那么其实也在于我们快死的时候啊 快死的时候打出了一个陈灯 我们其实是最后一血啊 最后一血 快死的时候 陈灯在灵啊 陈灯来袭啊 我这个时候出火杀出的真单 哎呀 顺手不增烈的话 基本上王爷就挂命了啊 顺手不增烈 我再一杀下去 他就挂命了 对不对 如果说王爷九条比较任性的话 他肯定要增烈的 对不对 不会说让你顺的 没增烈 说明就是最后一滴血 没有九条活不了了 活不了了 我无双就搞死你了 本来这一局应该可以完美的配合的 结果配合不多 但是关键的时候也是靠这配合打下来了 关键时候还都是配合了啊 配合打下来了 包括最后一下 其实也是一个简单的配合了啊 其实没有主公的那个配合 没有那个利约的配合 好像也是照样成灯 对不对 照样成灯 哎 就第一回合漂亮了一下 好像 好的 主公上来一个铁锁 这么一绑 这个台词还是很少听的哟 这个台词还是很少听的哟 男男主亲给我翻过来 翻过来 不敢呗 他读那么长一条 那我切到二倍数 读这么长时间 装泥线 还是真的泥线呀 那不管啊 反正我们是忠诚 对不对 卡了 他虽说写的不是卡了 但那个 K-A-L-L-L 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 好的 国泰不怀好心啊 不怀好心 那么曹胚的话 这个时候不会是跳钟吧 那你跳钟 你也可以忙翻啊 对不对 你可以翻国泰啊 你看这个 做国泰不挺好的 但是呢 你看到了没有 刘峰 跟刘邪 刘峰打这么中 我怀疑曹丕是内奸的 怀疑曹丕是内奸的 当然像曹丕这种内奸啊 像曹丕这种内奸的话 杀内奸啊 赵云是内奸了 同志们 他在杀内奸 他在杀内奸 那我们也去杀内奸啊 对不对 包养国泰啊 我至少给了国泰两张牌 国泰又有补义 所以别人不认为我们是忠诚的 只能认为我们是反对的 那他就是内奸了 他就是内奸了 而事实上可能是这样的啊 可能是这样的 但前提是他 他到底是不是反对也不清楚 他也可能真的是内奸 哎呦妈呀 红桃就是红桃 你黑不动的呀 人家天然叛红桃 你黑得动呀 根本黑不动啊 根本黑不动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再让他们得一会儿啊 他们得一会儿 国泰的话可以换一个装备 捡个便宜 柳峰的话 手规 勒妈 直接守卫了 朝屁 朝屁有可能真是内奸啊 真是内奸 像这种内奸啊 偶尔选一下还可以啊 但不要养成习惯 不要养成习惯 好的 那就是流氓 借赵云是内奸 朝屁是反贼啊 不对不对 朝屁还是忠诚 我们流邪是反贼 赵云是内奸 哎呀 搞清楚这个逻辑关系 那这个地方啊 直接跳出来了啊 直接跳出来 揍你们了 对不对 包养主公啊 这个时候还装个啥呀 没有必要装嘛 你左侍已经回本了 搞赵云已经回本了 我还装 我给主公一把牌 搞死你们了 对不对 来 我三思 好吧 战时搞不死的话 其实反贼的战斗力 已经很弱了啊 当然看国泰的补义 他能不能 把这个反贼的劣势 给搬回来 什么叫劣势搬回来 赢得了时间 你国泰就可以搬回劣势 但是我估计很难啊 很难赢得时间 国泰他自己都补义不了 自己他自己都没牌 左侍依然还是一个 残血吊势形象 还是一个残血吊势形象 那么这个地方 走一波 爱飞四受黄恩 揍他 谁一写揍谁 对不对 谁一写揍谁 我非要揍国泰啊 我不会揍你左侍啊 你左侍不是一写一牌吗 揍的就是你啊 那么国泰终究是 没有为戴尔赢得时间啊 哪怕 这个 左侍 最后留了一个 不管他什么牌 只要他拼点拼不赢 一切都好说 兵败如山倒 赵云也倒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之前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啊 就曹天这种武将 他那个形象也能爆发啊 你要说指望那个控场就算了啊 放逐控场就算了 控不住的 并且也是以牺牲内奸的血线来控制 还不来 但这种内奸有一点爆发啊 偶尔别人也因为你的放逐 不一定愿意打你 毕竟你是内奸 所以说偶尔玩一下可以啊 不要玩成习惯了 毕竟三写文将啊 三写文将 那么优势已经确立的话 内奸还不敢跳吗 内奸还不敢跳吗 桃子都不吃 不吃桃子来控场 反而跑去扎死反贼 那你不跳我爸不得 你再装忠诚 你也是一个内奸 你能在流邪面前装吗 你能在流邪面前装吗 对不对 你再装你也是个内奸 对不对 了不起算了 你就算是你骗得了主公一时 我们流邪至少在死之前把你搞残 搞不残的话 你也打不赢主公啊 你也打不赢主公啊 所以说第一回合需要靠装泥线 来表内 是吧 内奸需要装泥线 来来来获取同行 然后后续的话 但他这局形伤也没形伤到太多东西 可能啥当然是为了形伤 不管了不管了 反正这个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看能不能 好吧 一时半会搞不死他的节奏了 还有一分钟 那就切过去吧 切过去吧 他肯定是内奸了啊 他肯定是内奸了 好的 那么咱们这局啊 咱们自己内奸的视角 来看一下会怎么样 小胖子 小胖子主公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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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吧 内奸了 我们是内奸 开局省价一好评啊 内奸的话最喜欢这种拍的 那么在里边的话 不一定有很难控的 不一定很难控的 可能司马懿的反馈会不会怎样怎样 看机遇吧 看机遇吧 这个邓爱直接重铸铁锁 这是干啥呀 南蛮不敢开 铁锁重铸了 那你们尾呀 我不怕你们尾 我内奸俩装备好得很了 对不对 挂装备过呀 好得很 好的司马懿也做挂装备过 但是他弃了牌 我们没弃牌 这就是我们高明之处呀 比他高一筹呀 徐晃的话算是跳出来了 然后他也算是顺便也跳出来了 小孩也跳出来了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 如果其他都是反决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谁会比较难打呢 我们的难点可能在司马懿啊 这家伙带八卦 上来就带八卦并且带反馈 我们想一个策略就是 他不是有反馈吗 让月静去削他 他不三写这样吧 月静如果能削过他的话 我觉得月静不会亏本的 月静他至少是一点本都不会亏 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不会 拿他的基本牌都去削徐黄 削香签 没有时间来削司马懿 因为司马懿一削一反馈 你就基本上就没了 基本上就没了 那么我们先杀反队试一试啊 先杀反队试一试 反正现在也不着急 慢慢打 即使你司马懿 妨碍我们了 那实在不行 到时候强杀呗 对吧 到时候强杀 哎呦 称桃子称装备哦 好得很啊 称桃子称装备 当然 新潮冲注意三条啊 注意三条 第一 他只能防止 一体内的人 受到伤害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 假设 月静被九杀 你潮冲是不能防止伤害的 因为你只能防止 一体内的人的伤害 比如说 假设这个时候 徐黄中闪电 你潮冲是可以防止 这个闪电伤害的 防止闪电伤害 没有问题 三点伤害 一点都不受了 直接全部防止 但是你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只能对一体内的人 这是新潮冲上 只能对一体内的人 第二个条件 你得有装备 你得弃一张装备 第三个条件就是 你得翻面 你得翻面 还有一点 不能对自己人心 四点 不能对自己人心 好的 这个反贼缠了两 忠诚缠了一个 主攻的话 也有点缠 另外两个难点 依然是难点 一个邓岸 一个司马懿 那么从目前来看 局势 没啥进展 反对倒是缠那一点 也不是说没进展 就是对我们内奸来讲 也不是太好 没啥值得高兴的 继续努力 就这个意思 你看这忠诚选的 主攻硬是不放权他们 就来放权我们 这其实也是这个 新手厂酱面的特点 这很正常 对吧 你不可能 都是那种 那种 一买买很多酱的 老油条们 对不对 都是老油条们 那有些时候像这种酱面 其实还挺正常的 要不然的话 哪有那么多 是吧 酱出场 拿他 揍他 然这个地方啊 你拉的是徐黄 你就只能杀乡乡 额外徐黄 不能杀徐黄 额外乡乡乡 你额外不了乡乡 你只能额外 距离为一的人 所以说你拉谁 你就要额外谁 而不能是杀谁 对吧 你只能额外谁 而不能杀谁 收拾反贼 进行一个爆发 同时把闪电给控了 要不然会出事 然后收反贼以后 另外两个反贼是难点 放到了最后 那也没办法放到了最后 那只能图后期 再来搞他们了 比如说反贼还没有崩盘 反贼还没有崩盘 还有得打 虽说从各处上讲 是吧 很淡直 但是还行 耐揍 哎呀 这样子都去强行杀他了吧 好人呐 你临死之前 把他给削一削 我们把曹冲给削一削 这个邓爱后期 直接菜刀砍 差不多了 但差不多了 好像仍然感觉 离胜意还很远 揍曹冲吧 看他会防止此伤害吧 当然曹冲是否防止 是看这个伤害 是否马上要造成了 也就是说 越境是决定 是否出伞了以后 曹冲才能防止伤害 就说越境没伞 曹冲才能防止伤害 是越境是否出伞 这个独天在前 不要搞错了 就是你杀他的时候 他有伞 他可以伞 哎呀妈呀 这个时候这觉醒不搞主攻方的 看啊 曹冲的装备 你不控 你怎么搞死人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可以防止伤害 只对一体力的人 防止伤害 慢 四马一能死吗 如果四马一能死 朝中再掉一点伤害 一酒一无限 我无限用了 酒倒是没用 那么八卦没死了 再次防止伤害 好 这个啊 就防止不了 因为小胖子 是两点体力 当时是两点体力 防止不良 那么邓爱这一回合 做的贡献 全部给我们来讲 拍手称快了 我们在拍手称快 他这个贡献 净主内反了 净主内反了 这句忠诚也活得够窝囊的 主攻一直在放权内奸 你想一下忠诚有多窝囊 还行啊 邓爱这个时候打不动主攻 除非他很多田 一下子爆发或者这样 他这个时候打不动主攻 主攻还有两血 那么我们其实打主攻 单挑也不会有太大的优势 我们所希望的就是 主攻满足一个条件 不死 但是状态不是太好 不死 但是状态还不太好 你说那不是 这不是废话吗 那么不死的话 一般都是二到三血 二到三血 二血进单挑也还不行 这个时候我们希望 他巴不得快点 揍他 这个地方留一张杀过了 咱宁愿弃弃桃子 也不弃杀的 对不对 可以为这回合 一猜一杀做准备 结果没有摸到 没有摸到就算了 没摸到就算了 下回合还猜不是他吗 猜了你 就 弃桃 这个地方一定要弃桃 为什么 稳赢的局 稳赢的局肯定弃桃子 对不对 那么卡卡西也是最终获得了一个胜利 其实还是不容易的 包括忠诚放权不合适 其实我们内奸就强行出来卖命了 帮你消了 那开始消了两个反责 后续带两个盾 啥啥啥啥 也是强行出来卖力啊 那如果打我们的话 我们是不是早就死了 还好越近 虽说回合能力不强 但是不妨打 别人打他还好的 好吧 不管了吧 咱们就这样吧 直接谢谢大家算了 好的 谢谢大家